好啦 現在如果喜歡吃美食 不用在那邊翻美食指南 餐廳在哪裡 路遠迢迢迢的去 其實只要自己會煮 很方便的喔 日本人發明了有攜帶式的廚房 讓你走到哪裡 可以煮到哪裡 還有喔 不只是廚房 要有攜帶式的書房 辦公室 還有整間臥室都可以折疊起來帶走 意思就是說走到哪裡 睡到哪裡囉 我現在推的這個是一個櫃子 其實它是日本最新研發的移動攜帶式家具 外表看起來雖然是一個櫃子 不過其實打開之後 它是一間廚房 怎麼樣變成廚房呢 我們來一起試試看 只要像這樣打開之後 立刻就可以變成一間廚房 不但有水龍頭 流理台 而且還有電磁爐 可以馬上做出一座好菜 遮疊式的攜帶廚房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水龍頭底下原來有兩個桶子 一個洗水 一個排水用 流理台上每個細節都很講究 擺放調味料 小瓶罐的空間 放食譜的架子都做得很精緻 旁邊的桌子還能當作餐桌使用 就算在戶外也能簡單料理出熱騰騰的飯菜 除了攜帶式廚房之外 折疊式的移動書房 也能帶著到處走 這樣薄薄的一層櫃子其實一打開來 它是一間非常完整的書房 可以看到不但有書櫃 而且還有電燈 這邊更重要的是它有桌子跟椅子 可以讓你隨時隨地在各種地方都可以辦公 或是把它當作個人書房 能夠到處移動的書房 辦公室該有的一樣不少 要用的時候輕鬆打開 不用的時候就收起來節省空間 讓家具的擺設裝潢更隨心所欲 日本建築教授研發的攜帶式家具還有能夠帶著走的臥室 薄薄的櫃子一拉開竟然就是一張單人床 床邊還有小桌子和台燈 功能和一般的臥室幾乎一模一樣 創意十足的攜帶式家具六月初正式開賣 立刻造成了話題世界各國也爭相報導 日本教授透露年底還會推出更貼心的設計 讓攜帶式家具變成流行趨勢 あとスペインとかですね